還有一題喔 還有一題 還有一題她們繼續打分數 她歌唱比賽 已經被打無數分數了 真的 現在還要參加 來 下一題喔 看我兒子很瘦小 然後去酸我說 就是被挖苦 疏孽那麼高 然後薪水還不如一個外送員 對啊 其他姐姐都夾得好 但是呢 我就是跟 我不是談戀愛 要你管嗎 只是因為我房子 買在蛋白區 就要被說住在貧民窟 欸 如果有錢購 誰不會買在蛋黃區啊 她們講得好 義憤填膺啦 真的 景軒 我最常被人家講 我發現我不開心的就是 很多人就說 你們藝人好好賺 這個業配也很好賺 然後出來露個 露個面 也很好賺 你們演員都很好賺啦 我聽人家說 拍一檔戲可以買一棟房子 不要假的 你們 你就 對啊 我聽到這種話 自己生氣啊 這就是我前世燒好香 我的福報啊 對啊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你過年應該要包很多 給你爸媽 你們現在拍戲這麼好賺對不對 或是每天 每天你也沒事做 偶爾上個節目 或是露露臉 拍個照 好像就賺很多 我們是每日每夜在拍 對 其實我們在 熬夜的時候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打塔上下辦的時候 我們可能半夜兩夜還在拍 還有一點 樹葉有專攻 你如果真的覺得很好賺 你來拍 對 你連一句台詞都講不出來 對 我就笑你沒有 你來笑你不是說 你十秒給他哭出來 哭出來這樣子 對啊 對 我們這種當媽媽的 我們最討厭被比較的是小孩 對 而且他們會自以為 覺得自己戴得很好 然後來糾正 你這個媽媽戴不好 像我小時候 那個讓小孩去學跆拳道 那跆拳道 鋼筋不動是白色袋子嗎 然後後面就有什麼紅色 藍色 黑色這樣子 有一些家長就說 那你回去要讓他練習 然後你看我的已經變藍帶了 那下次來就說 我們再去一集 我們就要變黑帶囉 那你們的怎麼都沒有 你們都沒有去參加嗎 我說沒有... 因為來這就是 因為我們也不是要幹嘛 我們也沒有要當國手 然後他說 沒有 你這樣不行 是你小孩都不練是不是 你這樣還是 小孩都不能被要求 所以你的小孩是都很懶惰 然後都不要去進步嗎 其實你這樣子讓他們是不對的耶 其實你要讓他再進步 然後再檢定 然後變黑帶 他在教育我耶 他在教育你喔 很認真喔 不是 你知道我很想跟他講說 你知道他媽媽是黑帶嗎 不是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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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幹嘛 我就是一個 而且我說實在話 我從小 我們家白色 紅色 藍的 一堆一堆袋子要幹嘛 又不能上吊 你擋在那裡 好可憐喔 不是啦 你說幹嘛 可以掛上去 最空中瑜伽 有啦 因為他很難把 學小提琴也是都會被罵 我都會被罵耶 他們都覺得你的小孩一定懶惰 你都沒要求他 所以他們以後這樣習慣不好 管太多 好嚴格喔 很多媽媽都很愛這樣比耶 你有沒有飛踢他們啊 因為你黑帶你這樣飛踢 我其實這樣 我兩腳現在學泰拳 真的 這管超過 還有一種 我覺得很討厭 被比較家裡 就是因為一個家 就是每個人都覺得 金窩銀窩 就是自己的家裡最舒服嗎 你管我 我要把家弄成什麼樣子 那 因為 所以我要講的有些 沒有 對 沒有 對 你現在是派話 沒有 就是比賽 沒有 所以 我講的有那個氛圍一點 從前 從前 有一個女藝人 她就 衣衣 她跟她老公結婚之後 就嫁在泥水路 然後大家都以為 住在泥水路的人 就是應該是很有錢的人 結果 殊不知呢 有一天 我的朋友來到我家 到我們家的時候一開門 然後映入眼簾的第一幕 就是我家的沙發 因為我家生的是三個男孩 所以這三個男孩非常的恐怖 會一直在沙發跳來跳去 然後要不然就是拿東西 去搓沙發 所以我家的沙發破破爛爛 那妳家的沙發 對 好可憐喔 看到我家的沙發是用 光在沙發 是真的 因為我家之前的 不過這個現在已經換掉了啦 因為我現在家裡 好慘喔妳家 對 還滿有起來耶 包包補補的 而且還有一部分是那種 膠帶貼住又脫膠 然後又貼 又脫膠 還裡面棉花跑出來 因為那時候真的沒辦法換 因為小孩真的很小 所以其實那時候你換的話 其實就只是白花錢 因為還會再破嘛 你換多少它就破多少 所以我就有朋友來我家說 看到我家那個沙發 他就真的覺得說 天啊 依依 我不知道妳過得這麼辛苦耶 我不知道妳家是這個樣子 他就是有這麼慘嗎 他說妳家真的不是人住的 我真的不知道 妳看妳交的那些朋友 每一個都是貴婦 就像我一個好姐妹 她叫晨晨 她是一個購物專家 然後她家之前很漂亮 她就是漂亮到上 各大媒體採訪還有雜誌 就是她把自己家裡打造成那種 就是有點像芭蕾島 她是在台灣 台北 可是她家非常的大 然後有院子 有什麼 每個人去她家都為之紀念上 真的很棒 超像飯店的 超像飯店的 跟妳們家比一起來 對啊 所以你看 他們家光是客廳 沙發就有好幾組 這只是其中兩組 對 所以就是一個很誇張的 那個男的是她老公喔 對 她老公 她老公也滿帥的啊 對 她老公 女生太多了 對 人生勝利組耶 你是不是想要把她分數打高一點 然後給她分數 沒有啦 妳不要疑心病啦 真的 妳講講話很容易 因為我想一想 妳家沙發爛成那樣對不對 直接妳對妳又不好 我好想哭 是真的 妳應該是最高分的 妳應該是 對 妳不用擔心 對 我過世的講成這樣 我等一下應該會有同情分數 對 會有同情分數 我朋友就會把我們做比較說 妳們這樣子還能當姐妹嗎 因為洆湞就是一個貴婦 然後人家看到我家沙發 然後人家就覺得我們 就是落差很大 就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不應該要當好朋友 所以我就覺得 關妳什麼事啊 我們是用真心在交朋友 又不是比 交朋友就不要再比沙發了 對 你現在換了 對 我現在換了 現在正常了 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覺得 最討厭被比較的就是 男朋友這件事情 比較男朋友 對 就是像之前 我有時候就是下班 就覺得很累 然後就 妳可以來接我嗎 然後男朋友就來接我 然後那時候一起工作的同事 就是大家 就是有些女孩子 就是也是漂漂亮亮的 然後她就說 妳等一下要怎麼離開啊 我說我男朋友要來接我 那妳男朋友怎麼接妳 我說 她騎車 然後那個女的 突然就變了一個臉說 什麼 男朋友不會開車喔 我男朋友都要就是 開雙B來接我 我才要上車 什麼這種的 你就會覺得 哇 真的是有點 我聽了什麼啊 正遂我三觀 我想說只是 騎車來接我 怎麼了嗎 然後跟妳什麼事啊 然後她這樣講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她藉由批評別人 然後好像 來凸顯自己說 我只搭雙B來接我的車 我只坐雙B的車 這種感覺 她炫耀啦 她創造自己的優越感 趁機想要炫耀自己 凸顯自己這樣 就覺得大翻百言 希望我等一下不要坐到那個位置 對 你這樣修造太花 騎車看狀況 我一個朋友是住墾丁 她男朋友都騎車來接她 她男朋友騎水上摩托車 好酷喔 對 水上摩托車 水上摩托車跟在地上 教練 沒有 帶她 海邊等 帶她回菲律賓 什麼啦 她是菲律賓人 天啊 太遠了 海峽會很危險 她過兩桶了 太亂了 像我覺得男朋友車子這一下 我覺得都還好 因為畢竟那個就是一陣一陣子 因為車可以換嘛 可是女人最重要是 妳的婚禮 這個婚禮一定是要我最喜歡的 然後所以那時候婚禮呢 就因為我們家族就是一直呢 就是非常 所以那個場面就會很失控 你知道嗎 我就一直很怕我的婚禮會很失控 因為畢竟我嫁到南部這樣 比較 對方是比較傳統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那個婚禮 可以就是規規矩矩的 然後是我喜歡的 很浪漫的 然後我選餐廳的唯一要求 就是不能有卡拉OK 絕對不能有 為什麼 因為我就 不能 她很失控 而且我那時候有分享過 我們家家族祝壽影片 因為那一次呢 就是我阿嬤八十歲大壽 家族聚在一起很開心對不對 沒有人在裡八十歲的阿嬤 坐在下面 很開心 要只有她一個人 然後在下面 然後旁邊一個蛋糕 其他人都衝到台上 唱什麼啦 還累跳其他錢啦 分手快樂啦 倒帶 大家只選自己喜歡唱的 阿嬤呢 阿嬤就盯著那個蛋糕 阿嬤就盯著蛋糕這樣子 命無表情 我就很怕我的婚禮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才選了一個不能唱歌的 但是因為這件事 我爸嘴了我一輩子 只要參加表哥 表姐 因為大家一樣都會上去唱歌 我爸就會說 我不過就是 想要在你婚禮唱一首歌 有這麼難嗎 就是會一直拿這件事來嘴 然後他後來本來 期待說我弟介紹了結婚 我弟也不辦結婚典禮 因為他也很怕這種事發生 我以前一個女員工 也是極端痛恨這個婚禮 上台唱歌 爸爸就說 妳要給我準備樂團 他還要不要點唱機那一種 對 然後他就扶他爸爸 有有有 他就扶他爸爸說 有樂團有樂團 婚禮現場是那種 國樂團你知道嗎 國樂 然後他們硬要唱 他們有一個阿姨說要唱 日胡落 那個 國樂的那個小 有樂團有樂團 有樂團有樂團 然後唸 每一首歌唱起來都像告別式 對 他們都不唱 好 來 剛剛大家講得也非常精采 來 到底我們視頻最多的是誰呢 3 2 1 請舉辦 佩勳 景萱 為什麼選景萱 一發電場真的很好賺 動部都是一兩千塊 真的是滿好賺 很多人嗎 拍完一檔就買房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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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肉被夾到了 怎麼了 他搬桌子 他去夾到他有個肉的 我跟你講 我們都被那個報紙害死了 很多人都會說 那個某某演員有沒有 一集八萬十萬 大家都以為我們一集八萬十萬 為什麼 就那五萬也很多 五萬一百集就 我們也沒有問 經紀人 就五百萬了 我可以問我這一通話費多少嗎 有沒有一萬塊 沒有 來 這邊是講故事給大家 我跟你講 真的沒有 好 從前 從前前有一個八萬 沒有 沒有 對 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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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到的賦品最多 整個八點檔演員 來 準備了 3 2 1 噴 好冷喔 有點冷了 多冷 透心涼 透心涼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